嗨大家好我是莱森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如何在defi中去把http这个节点给用好这个节点用好有什么用呢具体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具的时候如果他给你提供了api的文档我们就可以把它非常轻松的接入到我们defi中以连接不同的应用实现一个更加个性化的一个工作流然后很多的小白他可能不太会用http节点不知道怎么去看api文档以及在这个节点中使用过程发现一些json转移的一些格式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解一个视频来把这些问题给一网打进我们今天要练习这个知识点我们也需要结合一个例子所以我用exa这个最近比较火的搜索引擎来给大家讲解这样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任务是根据用户的一个提问用搜索引擎去搜索一些网页然后再对他进行一个摘要最后呢我们想让这个摘要以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排版让他这个优美的被输出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练习任务了来到这儿我们看是一个curry的重写具体来说这里的prompt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场景来定比方说有的时候你发现用户他提问提的非常近 很简单也有可能用户说的问题非常多以至于你需要对他进行一个重写比方说用户可能写的不够具体啊或者说用户说了很多问题但是逻辑有点混乱因此你可以在这个节点呢去写些prompt让代言模型的不要去解答用户的问题你要强大这一点让只是让他优化这个提问让提问更清晰 至于到底是破写还是缩写还是说合并同类像让这个问题更清楚这个是根据你的场景来决定的以及他在你的workflow中存在的一个位置那这是一个我们常见的技巧我们来看到第二个点这个点呢是我想因为我们用到这个后面的这个exa的这个搜索引擎呢它是可以去根据今日的日期和一个日期范围来给到我们一个搜索结果的所以说一开始的我们先用这样的一个代码节点去获取我们的日期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otr复制粘贴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代码节点去获取我们的日期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otr复制粘贴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代码节点 就可以了我们把它之后就可以用到我们的http请求里面拿这个点之后我们先不看这个体点我们先看发起http请求的这样一个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是怎么去安排的呢我们先看最下面的这个jason的一个证文不需要把它拆分开来写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看后面这样一个节点在这儿呢我就是拆分你看大家这儿这有一些字符这的话是一个变量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变量里面比如说我上节课讲的那个html它就会有很多的换行的问题所以说就会导致一个暴挫因此一种方法就是像我这样在发起 请求之前呢直接用一个代码节点把它们全部打包好如果你要修改的话就在这个代码节点去修改而不是在http请求这个地方去修改就不会遇到奇奇怪怪的转移错误了而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节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节点中我们传入了三个东西其中两个东西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时间范围还有一个呢二个一是我们的提问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说当我们按照api的这个文档去把它写好之后呢最后用这个jason.dumps就可以直接让我们后续的输出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不会产生奇奇怪怪的报酬问题但中间这些步骤怎么写呢假如你这小白你该如何看这个api文档呢好比方说现在让我们回到workflow我们点击右边这把它放大一点这样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左边来到它的一个api的文档里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exa的一个playground那我们要去怎么使用它呢我们可以看到右边有几种不同的模式比如pison javascript我们来到这种的模式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假如我今天要搜索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右边会和左边一起变动点击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复制它了 这里我们看上面headerheaderheader来到这个http节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是headers你就把那个地方照抄一个key一个value把它给写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视频你看的比较清晰一点这样你就直接复制过来了但是这个api的key呢也就是说这个是不要给上传到让其他人知道因为这个跟你的账户余额直接有关系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告诉了别人就相当于你把自己的密码告诉了别人这个是大家要这个保护好的如果说它不小心泄露了你应该重新去生成一个 并删掉这一个原来的也已经泄露了这样的一个key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用写了这儿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我们选择apikey选择这个custom然后去把它给填写进去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格式就可以了好写好了之后呢我们按照它的格式pirems这不用写因为你看看这儿其实也没什么最后后面的话是一个jason的一个证文把它写到这就可以了相当于我们来到代码节点就可以把这个部分的代码给它复制过来但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符号不要给搞错了如果说你遇到了任何排版和对齐的一个就是问题你就在看着不输 舒服你不太容易看明白那你就给到你的AI让他帮你重新格式化一下这个好讲完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自由的一个操作了比方说我们可以去看它这个文档对各个key的一个解释是什么比方说curry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然后type呢这里他有解释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再点击ner more去看更详细的一个说明然后比方说这个neural还有keyword还有这个auto他搜索模式可能不一样比方说keyword就是根据你这个关键词来进行搜索的neural打开autopropt他可能在后面他的呃这个程序的 内部会对你的提问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prompt让他可能搜索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里呢就是说他你搜索一次返回几条结果所以说你可以在这儿要说15条也好10条也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研究这样的一个API文档了比如说katecory这里可能是只去github这个这个地方去搜索所以你看右边多了这样的一个字段出来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复制到右边的这个代码节点就行比方说这儿就是去过滤一下这个域名再加上向后面highlightshighlights他是什么一个功能呢就是说他 他的每篇文章里他会去根据你的这个语义去搜索到几篇重点的句子然后sintenses per highlight就是说每一个highlight里面包含了几个句子而highlights per URL就是说在搜索的每一个结果就是一个网页里面他应该要至少包含几个这个highlights比方说我可以是三条但这里的话看右边就是三条每一个的话我是让他至少有七句的这样的一个样子这些都只是一些简单的测试如果你把它写好之后这里测试呢我们就可以来到右边点击这个播放按钮就叫run this step我们点击他一下就可以 就可以去输入一些这个值然后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这就是怎么去用好这个http节点所以说你也可以不用这个exa也比方说你要用notion的这个api你就可以来到这儿然后你看他这里的话也也给了你一个例子比方说是像这个网址叫这个网址去发送一个请求我们来到这儿至于什么是get什么是post呢我相信大家可以直接去和ai聊一下很快你就能搞明白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这个非常简单还是回到notion这儿的话我们点击get started就来到一个api的文档 他会告诉你有哪些神奇的操作你就可以在这儿虽然说不是像exa刚刚那里有个playground但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一个apireference比方说生成一个block他是怎么样的他输入的是什么然后预期得到的一个响应有哪些结果去根据文档来逐一的去研究好让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当你看熟了其中的一个api文档之后这个技能呢就可以在其他地方进行一个迁移那这个http节点我们也就讲然后我们再往后看来到这个templatecleanup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找到节点里其实是一个叫template的节点他是用的一个金家的语法这个道我其实自己也不是太熟悉但是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问号去看到的一个文档所以说我其实是把这个文档呢给到ai让他帮我写的一个示范就相当于我们比方说前面有一个叫做大语言模型输出的summary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下面用这个斜杠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值比方说item他就会把变量输入到这来让我按照我们的这个格式去进行一个严格的输出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排版简洁的一定是按照我们预期来输出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可以来简单的测试一下比方说我们今天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点击发送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左边这个整个workflow就进行的按照你的流程来一步一步的去进行输出现在呢来到我们的迭代节点按照我们的这个逻辑就把搜索到的每一个网页都进行一个摘要然后循环的去输出每一个链接的一个摘要的结果比方说现在呢我们就查到了一个是叫做defi vs lanchin的一个博客看到这是一个summary我们可以点击他就来到这样的一个网页ok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解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了其实本来这些视频还打算讲一下如何连接notion的但我觉得他是两个独立的知识点所以说我们下期再来讲解如何连接到你的notion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用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